Hello 各位朋友 大家好 又來到潛西大師 講阿Bill 的時間 話說最近大熱的 Prosima 隕石面 之前介紹了這麼多集 有一件事忘記跟大家說 是甚麼呢 今集會用另一個模式 跟大家講解這件事 未開始這條影片之前 也麻煩提醒大家 記得LIKE 影片 分享給朋友的訂閱頻道 和按下小鈴鐺 下次有新影片的時候 就要第一成天通知大家 好了 我們先看看今集說甚麼 是影片 Hello 大家好 咦 為什麼遊戲的畫面 昨天就看過 遊戲的 Prosima 隕石面 其實我昨天才說漏了這部份 我想今天再拍這條影片 再跟大家講一講 有關這隻ST-1902機心 現在計時 大家看看有甚麼特別 因為它跟一般的計時機心有些分別 所以今天想再跟大家講一講 大家看看 我最後才開估 好 鏡頭就轉一轉來這裡 那我就找了我最喜愛的 計時錶的Dream March 拿了四隻出來 跟大家研究一下 究竟這四款 的計時錶 機心有甚麼分別 所以大家再看看 先看看 Dilta 有甚麼特別呢 然後再看看 這是努力士 Dilt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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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6523 不知道大家看不看到 這個情況 我是想試些甚麼呢 到這隻艾美了 艾美 熊貓 我相信 有些朋友都知道 我想表達些甚麼了 這隻 這隻 Omega Speedmaster Professional Moonwash 看不看到 這四隻都在計時 其實想表達些甚麼呢 其實就 或者 近一點 讓大家看清楚 首先 首先 再看看 Dilta Chronograph SNG 這隻 是採用了 MT 5813 機心 有兩個盤 現在是計時 大家可以看到 秒盤 在九點位 正在走 60秒 即是一分鐘 走一個圈 之後 那個分鐘盤 就會跳一跳 這個是45分鐘盤 這隻是兩個盤 那 我試一下 解決給大家看 那一解決 解決了 那大家 其實看到我試甚麼呢 好像沒有甚麼在試 因為 我想表達一下 Deytona 這隻 我也是計時 Deytona 這個是4130機心 秒盤 在六點位 秒盤 1分鐘 60秒 大家知道 走一個圈之後 3點位 30分鐘盤 30分鐘盤 走一個圈 小時盤 就跳半格 如此類推 一重複的時候 當然大家都知道 小時 和分鐘盤 都會重複的 不過都順帶說一說 尤其是 特別是一些比較貴價的 我都盡量不玩 就算其實 不要說貴不貴價 都盡量不玩 老實講 有很多方法 都不會用錶來計時 只會有些玩款 但是知道有這樣的功能 但是當你要用的時候 要解決 我都盡量把計時針 接近12點位 回針的幅度 忘記扭送 回針的幅度 回針的幅度 就會沒有那麼相機心 所以我剛才都差不多 接近12點才回 回了之後 大家可以看到 針全部向上 計時針 計時針 還有那些 即是所有的 小時盤 分鐘盤 還有那支 秒針 即是計時針 都是向上 這支都是 這支 這支 叫做SW500基針 大家都知道 SW500基針 基本上 和7750 都是同一樣東西 同設計 它的秒盤 都是在9點位 一樣 走一分鐘 12點位 的分鐘盤 就會走一格 上面的 半小時 那個分鐘盤 走一圈 下面又走一半格 如此類推 這支 都是reset reset 全部向上 只有秒盤 還在動 最後一支 這個 Omega Speed Master Professional 這個是 1861基針 手動上鏈 也是很棒的 那秒盤 在9點位 一樣 跟那些設計 都一樣 就是那個 概念 都是走一分鐘 分鐘盤 跳一格 分鐘盤 走半個小時 每個小時盤 跳半格 如此類推 那究竟 我試完這四隻 究竟我想表達些什麼 或者給大家看一看 影片後的小小片段 大家看一看 有關於 Prosima ST1902機心 計時之後 reset 有什麼情況出現 和我剛才介紹的 計時機心 現在大家看一看 好 一reset reset的時候 大家發現 6點位的盤 為什麼不懂得reset 是不是 其實那個 不是計時盤 原來那個 是一個 看時間的 多少點 看時間 其實 那麼久 介紹了那麼多集 都忘記了說 ST1902機心 6點位 那個盤的特性 可能有些朋友 誤會了他的計時 為什麼不懂得回中 以為機心壞了 其實就不是的 想在這裏 這個機會 跟大家再詳細講解 好了 今天大致上 和大家分享的 大致上那麼多 如果喜歡這影片的朋友 記得 like subscribe 和分享 我們下次再見 拜拜